豆花妹說她跟很多模特兒一起合照的時候 攝影師都只叫豆花妹擺姿勢 忽視旁邊的模特兒 這件事讓豆花妹為此落淚 這不是應該是很值得驕傲的事嗎 不是 落淚是因為妳一直擺姿勢很累 也不是 因為我當下就只是從一個學生 然後突然間接到活動去做展場這樣 然後我沒 因為我跟其他人 因為都是那時候是同公式 我有預感的故事會給她加分那種 沒有…不會 是一個裝好人的故事嗎 不是… 就只是因為大家都是 因為就可能是同公式 然後大家都很好 然後都是很真誠的對待 然後沒想到就是因為是一個一個站 不要這樣 然後大家就是拍照 不是展場就是會在那邊拍 然後站了定點可能 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可是大家卻是鏡頭是往這邊 因為是連續好幾天都這樣 然後等到最後一天好像廠商就要求我 還特別上只有我一個人 對 然後上那個舞台就是給大家拍 然後變成大家就是可能 雖然這樣比較輕鬆 但是他們就是會自己要到 先到後面休息 但我會覺得 因為大家都會喜歡 大家要拍你啊 因為那種就是咳嗽咳嗽 就等妳一個人搶掉大家的風口 可是我並沒有真的想要搶 因為我… 所以妳哭是因為… 因為我會覺得很心疼 因為… 心疼那些人沒有被拍到嗎 我是那…我不知道 我不會去… 可能我自己也本身不太會 天啊 我想宅男心碎了吧 對啊 他如果現在 再掉一滴眼淚 這十個就全部都一起錄了 沒有…我不會哭… 我是… 就是本身可能還沒有習慣性 別人就是專注在我身上 那妳今天不是也要哭嗎 因為宅男都愛妳啊 其他人都沒有被愛到啊 不會啊 我不會哭 不會 小意思 如果現在有手印 邀妳跟豆花妹一起出席 妳還願意去 把場地炸掉啊 我跟你講演藝圈就是這樣 就是別人拍妳 就好好享受這一切 有說過 但是我… 因為我跟妳哭了 反而會得罪到其他人 他們想說妳幹嘛為我而落淚 我們有那麼可憐嗎 他們有…安慰我 但是因為我後來就沒事了 對啊 如果殷琦打算要跟你拚了 他當場就會把衣服扒光衝上去 對啊 沒有 因為他們人都很好 所以他們不會做 而且他們才是應該要被安慰的人 他們還要反過來安慰妳 像他們心裡有多難受 沒有 我那是… 不是故意哭給他們看 是我就是… 那當下就是會這樣 殷琦妳酒醒了嗎 沒有 她酒啊 殷琦剛剛那個故事 妳有覺得動畫妹很可憐嗎 我懂啊 她說什麼 她說她很可憐 大家都沒有人要拍 都只有拍她 好地板喔… 妳酒還沒洗 有啦… 有啦…我知道妳聽懂嘛 別人都沒有人拍 只要她又有人拍 對 那我問妳 因為妳是當名模當了一陣子了 所以妳應該知道怎麼對付這種事吧 對 就萬一妳跟她一起出席 結果大家都一起拍她 明模總要有點辦法 替自己爭取被拍到的機會啊 我可能就會想說 拍完她應該就會拍我了吧 可是如果真的就沒有拍妳然後… 如果拍完… 拍完她 攝影機也就散了呢 那我就等下一場啊 這麼消極 妳不會立刻把襯衫脫了 想說老娘跟你拚了 那她一脫她又沒有回來 不是跟你拚嗎 還感冒就在現場 不是 是不是應該在現場 就衝上去摟住豆花妹一起拍 是 是應該這樣玩嗎 對 所以妳…如果我這樣講 妳會敢… 如果我是經紀人這樣講 妳敢這樣做嗎 可是攝影師會說 我們想要單獨拍她 對 更羞辱嗎 就更… 因為劉勳愛最近也是 強調別人很多鏡頭 妳是不是有… 殷琦死呆在旁邊 攝影機就會說 殷琦請妳讓一下 我們只要拍劉勳愛就好 所以妳最近也發生 很多這樣的事情吧 也沒有啦 如果這樣子 妳會故意摟住殷琦說 一起拍…一起拍這樣嗎 我會耶 我會說 我們就是一個團體這樣子 妳會這樣子 對啊 所以妳比豆花妹上到很多 那妳會… 妳會為其… 總見 其實他們有被拍到的模特兒 落下一滴淚嗎 還好 應該…應該是不會 對啊 因為劉勳愛得到這麼多鏡頭 是有… 經歷過很多事情啊 她為什麼要為大家落淚 妳有本事要殷琦 去經歷一下看看